中地莫企之竹上落更一港股投機氣氛企業 最經典的莫過於神古恩達國際1480 忽然被投機者由招股價1.23元 於不足半年內炒高於80倍至紅底價錢 然後於一個星期內再由高位急插94% 雖然股價已由高位不見94%市值 為以週五收市價6.08元計 仍然較招股價升近3倍普羅投資者對個別股份的投資價值未必有深入研究 當中部分喜歡參考過去一年高低位作為出入市的指標 約投資者以恩達的歷史高位102元作為參考指標 心理上產生股價已的了很多的錯覺 引發內心想入市薄反彈的衝動 結果當然正宗推高這隻神仙股背後炒家的下懷 成為這次財富轉移過程中的犧牲品控制投機著馬書光也不欲赤 恩達國際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印刷電腦版生意 根本沒有什麼故事可以供炒作這隻股份為一吸引炒家的亮點 在於其IPO公開發售股份指得6,000萬股 以招股價計算流通市值指得7,380萬元 整家公司總市值亦不過2.95億元在當時來看 這隻股份的確存在一些投機價值 因爲近期港股炒風次裂 一隻上市公市學價動值也要5億元以上股價及後能被有心人推高至240億元市值以上 則很難用常理推測得出要食得盡這類投機股份的勝負 一般的投機策略應該是在股價仍未抵達泡沫水平之前入市 而入市的金啞必須控制在即使書清光也不會覺得肉赤的水平 並抱有買入之後當作沒有買過相關股份的心情 直至相關股份變成牛頭各信數也在談論的話題時 徐漢漢是否值得估貨獲利解如讀者能緊守上述原則投機 往往會有出人意表的效果部分讀者可能知道 我曾經是華富國際0952其中一位顧員 連同未被華富國際收購前的歡望年代 前後在該機構工作超過9年的時間 期間增於2003至2005年間獲發若干顧員認股權 由於認股權正未被行使前沒有持貨成本 顧員很多時會等到股價急升才會行使換股權 並於2007年底至2008年初期間沽出大半次股 如下近半股份本來打算留作紀念 《財不入吉門》與窮與見鬼中國傳統理財智慧有雲 《財不入吉門》意思是與事著緊要賺快錢的投資者 不單與難找到賺錢門路 而且是與窮與見鬼在華富股價最低迷的時候 我的持股市值跌成幾萬港元 於這個百物騰貴的年代 這個市值的有價證券 真是不小心的都可能不多過2009年那次公股 我亦很乖地參與公股 但市格不夠兩年第二次公股 由於不想這隻換票性質的投資超出自己即使輸清光 也不覺得肉赤的心理水平 我做了有生以來無數倉投資決定之中 其中一次最錯的決定 就是放棄了2011年的那次公股 當時的公股價不過是25先 而最近因為集團出售控股權與民生銀行1988的消息 一度令股價急升至2.4元 未計股息都有超過8倍回報有跟進本欄作者在其他傳媒的文章 應該知道我是頗為看好未來兩年金融中介人的業務前景 加上這隻持股指佔我個人財富一個極小的比重 雖然說富國際的股價佬早已返回2007年的家鄉 我仍然不為所動事實上 基於我對後市樂觀的判斷 以及證券商向來在牛市將大幅跑贏大市的往職 我曾經有過幾次想向公司的合規部門同事申請 加碼買入華富股份的想法 不過作為一個基金經理 我的主要工作是替客戶管理資產 為免麻煩 除了早年公股 及放棄公股時出售公股權外 這麽多年來都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為自己的持股進行買賣 結果當然是再次錯過了另一次獲你的大好時機 有些機會不屬於自己沒有可惜不可惜有些錢 如果不是你能夠賺的 機會最終還是會草言流走 根本沒有所謂的可惜與不可惜 因為這些錢原本就不屬於你的很多人為了 時候回想以為他本來應該可以獲得的利潤 但最終失去了已滿滿不落 這很可能是世間上眾多蠢事中 其中一件最豬的蠢事最近華富連續多次停牌 我的交易原本能告訴我 這家公司或醞釀著一些有趣的事情結果不乎所望 三位我所尊敬的前任老闆最近終於為公司找到 一主好人家民生銀行入主華富的交易 仍然有袋兩地的監管機構批准雖然 我相信這單交易應該打風都打不甩 而我亦深信民生的入主將大大改善華富的業務前景演義 由於民生入主華富的條件之一 是要華富股東批准其案每股0.565元發行88億至133億股新股 具體發行股數代定 與民生銀行按復牌後第一日開市價2.2元 及擴大後股本102億至147億股計算 其總市值在一夜之間以表升至224億至323億元之間 若以當日最高價及最高發行股數計算 其總市值更以表升至350億元華富大首批股 古民行小心市值升過龍以目前樂觀的市場氣氛看 我認為民生決定上限營購華富國際新股的機會頗大 因此,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 華富的總發行股數 將限可能由14億股急升至147億股 以2.4元上限加計算 其市值已拍得住中資證券行本港業界龍頭海通國際0665 海通國際2014年營利是10.2億元 而華富截至2014年9月底12個月的營利 卻只有3200萬元 我當然知道,我們做投資,應該是向前看 民生入主華富之後,或者會令華富脫胎換骨 而海通國際的大股東是內地其中一家表現最優秀的證券商 而民生卻只是最近財計劃發展證券業務 當然,由於向民生發行的88億至133億股 新股有排都不會流出市面 而扣除3位主要股東的持股 華富實際流通市值只得大約5.5億股 按週五收市價1.79元計算 市值不足10億元 在當今瘋狂的市況 當然不排除可能會被炒家所炒起在本著之足常落的大前提下 在無法計得通這盤數的情況下 我認為我沒有必要打沒有把握的帳 在復派當日決定將這個潛在投機賺錢的機會 留給接了我那批股份的買家 作者客戶持有海通國際 已立投資董事總經理Vincent 在VLACET.COM